借高利贷生孩子的钱惊人不见了 贵美怒气冲冲地来到牌馆质问丈夫老侯 把生孩子的钱给我 可老侯却死不忍着 我不知道什么钱 说完就要继续打牌 一气之下贵美羊拿起水果刀 自信裂废的吼道 还我钱 不然我杀了你 老侯慌乱地把头转向旁边 还是不打算承认 哪知道这时贵美却突然尖叫着倒在地上 竟是被气的羊水提前破了 其实婚前的老侯并不是这样 当时贵美逃难来到台湾 和未婚夫走散后就暂时住在表姐家 谁知表姐不仅把她当佣人看 还要把她嫁给年纪不小的老侯当续贤 贵美本不想答应 可想着老侯虽然有三个孩子 但不抽烟不喝酒也还算体贴 嫁给她至少可以摆脱寄人篱下 于是次日她主动上门坦白了一切 她说我曾经有个未婚夫 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就在一起 老侯听后沉默了许久 还是答应了 很快两人结了婚 然而婚后的生活却没有贵美想象中好过 她把三个孩子视如己出 可二女儿郑芳却说 你不是我妈凭什么管我 贵美只能尴尬地站在原地 幸好其他两个孩子对她还算友好 她也渐渐融入这个家庭 生活也走上了正轨 不料这时老侯却迷上了赌博 甚至还因为上班打牌被抓而丢了工作 为了这个家 贵美只好拿出最后的手势说道 我本想用来生孩子 现在你拿去还债吧 老侯抱住脑袋十分愧疚 我赌钱都是为了你和孩子 我以后不会再赌了 看着她这副样子 贵美顿时心软 然而她却没想到 一时的容忍竟会让老侯变本加厉 甚至还拿她生孩子的救命钱继续赌 果然宁信世上有鬼 别信男人的嘴 很快贵美被送到医院生下一对双胞胎 这也让他们的家庭更加艰辛 可贵美却没有想到 老侯竟会将主意打在孩子身上 这天老侯突然对正方说 你不要读书了 去医院上班包吃包住 贵美生气地打断 她读书好好的 你竟然让她去做下人 你少读一点 这个家就会好好的 哪知老侯听到这话 反而吼道 你要她读书 那你就赚钱给她念 看着哭泣的正方 贵美知道她必须做点什么 不然这个家迟早会散 恰好这时一个大户人家要搬去日本 需要一对夫妻帮拥 贵美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 回家后 她跟老侯说起这件事 可老侯却说 她三叔就是被日本人杀掉的 你让我去日本 想都别想 贵美听后平淡地说道 我也不想离开孩子 可赌债怎么办 正方又怎么念书 老侯妥协了 可雇主只让带两个孩子 经过一番思考后 贵美决定带走大儿子 和双胞胎的小女儿 贵美利索地规划好了一切 晚上却咬着被子大哭 她又怎么舍得呢 不过生活还得继续 夫妻俩带着孩子来到了日本 然而好景不长 女主人竟然怀疑 她和男主人有染 甚至还轻蔑地说道 要不是看你们没地方去 早就让你们走了 这话让贵美很不识滋味 于是当天她就告诉老侯 想辞职 去外面的餐馆打工 存钱后再回台湾开个馆子 很快两人连夜离开雇主家 来到了司机介绍的餐馆 餐馆的工作量 比帮佣要辛苦很多 可贵美没有过一次抱怨 就这样几年后 她们终于存够钱 回到了台北 她如愿开了餐馆名叫 霞飞之家 她当厨师 老侯当服务员 生意还不错 一家人的生活质量上来以后 贵美也渐渐发福 表姐提醒她 你们现在有钱了 管着点老侯 别让她在外面找个女人 不过贵美并没有放在心上 她和老侯一路走过来 老侯怎么可能会找其他女人 谁知这天一个女人 竟背着孩子上了门 有人说 老侯说过会照顾她们母女二人 贵美这才明白 老侯真的出轨了 她愤恨地对老侯说道 我要离婚 可老侯一脸不以为然 我只是玩玩 以后不会再犯 贵美却说 什么苦我都能吃 女人的事不能原谅 等我安读好五个孩子 我都要接走 说完就提起行李箱 离开了 她找了一份工厂的工作 虽然辛苦 但还算稳定 然而就在她刚适应 现在的生活时 老侯却带着孩子找上了门 她说道 正方留信离家出走 大儿子被躺伤 你离开了这个家 全都乱了 贵美抱着孩子 想着大儿子心疼得不已 她只能忍着不甘 再次回到家里 却不料刚好接到 正方男友妈妈的电话 原来正方 恨贵美和老侯 把她独自留在国内 因此变得叛逆 现在还怀孕 赖在男友家不肯离开 贵美知道后 马上和老侯赶了过去 谁知对方上来 就一阵冷嘲热讽 不愿负责 贵美生气地说道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然后带着正方回了家 可就在家门口时 老侯却突然向正方动了手 她赶忙过去分开两人 然后带着正方去了医院 经过这一次 正方也彻底接受了贵美 转眼多年过去了 孩子们都各自成家 而贵美却因为子宫癌 躺在了病床上 儿孙满堂 围在她身边 竟只有正方一人 她告诉正方 她当初就不应该去日本 应该陪在孩子们身边 谁知正方却问 你当年真的不怪爸爸吗 贵美苦涩地回道 夫妻之间总有一个人要忍 正方不服气 为什么忍的总是女人呢 贵美无奈地笑了 你总不会叫我现在离婚吧 贵美本是刚强果断的一个人 却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一忍再忍 现实中这样的事情也不少 男人有钱去出轨 可女人却为了孩子不忍离婚 女人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的确是必不可少 可这并不意味着 女人就应该为了相夫教子 失去自我 在我看来 女人就应该活得精致一些 凭什么男人在外面潇洒 女人却要有苦往肚子里吞 你们说是吧 不要问我是谁 我是努力讲好故事的风哥 看完视频的朋友 记得评论支持一下